跳水生涯的第9735天 我终于踏上了梦寐以求的奥运会舞台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胖 一个有梦想的跳水运动员 我现在在悉尼机场附近的一个酒店 在这里休整 明天将出发东京参加第32届夏季奥运会 那现在的心情挺好 挺开心的 但又比想象中的要平和 心情没有那么的激动 可能是因为越了这一天准备了太久了 从我第一天进入跳水池练习跳水 到现在已经9735天了 也是从一个矛头孩子 到如今的游腻大叔 也是经历了很多吧 才能比较平和的去面对这个比赛 所以这次呢就是平常心 放开的去参加 去感受或者说去享受 这次奥运会 那最近的备战情况呢 我自己认为整体来说是挺好的 准备的很充分 然后也很有信心 首先是因为最近的训练呢都比较系统 没有受到伤病的困扰 其次我的动作质量在此期间也是有明显提升的 尤其体现在彩排轮变以及模拟比赛中 那这两项也是得到我主教练的认可以及肯定 不过期间遇到的挫折以及困难也是不少 那印象最深的就是今年二月份的一次受伤 那是我在路上训练的时候 练习向前翻弹四周的动作 一个小的失误使得我的头部直接处到了海绵坑里 起跳的高度再加上翻弹的速度 导致了我颈椎肌腱断裂 胸肋骨骨折 当时我应该晕厥了有半分钟左右吧 随后被我的队友救起 救护车把我送到了医院 医生诊断说我需要六个月才有可能恢复训练 当我只用了两周就回到了训练场 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那时我的骨头还没长好 是强大的意志让我回到了训练场 强大的信念支撑了我到今天 对于这次奥运会的目标 肯定希望是站上最高领奖台 但我觉得首要做的事情就是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毕竟冠军谁都渴望得到 但是专注比赛专注当下才是最确切需要做的 赛场上的情况千变万化 随时有翻盘或被翻盘的可能 所以做好该做的比想象来的更实际 为了与你相遇 我努力了快一万天 虽然时间有点长 但是好饭不怕晚 所以东京奥运 祝我好运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我是小胖 一个有梦想的跳水运动员 想知道东京奥运的更多趣事 关注我 为你带来更多分享 对了 记得给个三连 你的支持 是我制作视频最大的动力 那咱们下期再见 continuing 下期视频uc 1 な 1 1 2 1 2 2 2